维修宝 我发现在楼宇个别单位外墙的排污渠馆 渗出污水 弄脏了楼下单位正在晾晒的衣服 连路人经过楼下时都提心吊胆 怎么会这样呢 不如我们用望远镜看清楚一点 你用它看看渠馆的状况 哎呀糟透了 原来取管损毁得很严重呢 是取管破损问题也不容忽视 好像这些塑胶取管 红码 以精神锈 水斗位置也长出植物和青苔 很大机会造成淤色 关于取管淤色问题 也可能是因为排污取管的设计考虑不周 例如取管的直径和宽度不足 转弯位置太急 垃圾和泥沙再转弯位置积聚 也会导致淤色 哦 像这里吗 正确 导致取管破损的成音还有很多 例如承托取管的喉码数目不足或老化 也会让取管受压 发出撞击声音甚至破裂 此外 楼宇违法的加建或改建 也可能让排污取管不胜负荷而破裂 那应该怎么处理好呢 我不希望污水流到到处都是 那随时会引发传染病啊 说得对 所以应该尽快处理 当然最直接的解决方法是 应该将有问题的部分更换 记得要将新的取管 牢牢稳固在外墙或地面 避免松脱 如果楼宇的取管整体也比较残旧 就应该聘请建筑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看看是否有需要更换全部取管 长远而言 更换全部取管 可能比进行多次的局部维修更为划算 对啊 每次只修补损毁的部分 并不能彻底解决破损问题 全面更换就没有烦恼了 排屋取管要畅通 定期维修物放松 大家可以继续观看 其他楼宇问题的短片